有房客要外送員送餐到透天措內的分租套房 結果慘遭拒絕 那麼當時說那麼要警察才陪他送嗎 不然有可能會被房東告 真的如此嗎 現在律師則分析 其實讓外送員上樓的密碼 如果是叫餐房客給的話 是經過允許的 外送員其實不會有侵入住宅的問題 高雄這位女外送員 送餐到透天措內的分租套房 房客卻要求她在門口直接按房號 就可以開門將餐點送上樓 卻遭到外送員斷然拒絕 還原當天的對話 叫餐的房客要求外送員 將餐點送到二樓的房間門口 外送員強調不送入屋 不想被其他房客誤會告他 房客回應說前兩個都有送 外送員還是堅持說我不冒險 消費者反問他難道他被告過嗎 反遭到外送員回嗆 電視上看很多 要請警察陪同他送 而分出套房 他的所有權的使用者 還是歸咎於在房東 今天房東一定在走廊上都有安視監視器 他如果真的要告你 入侵民宅了 外送員回報平台 平台回覆請消費者下來取餐 事後消費者也下樓拿了 但外送員卻將精力PO網 提醒其他夥伴遇到類似情況 送餐進入恐怕有侵入住宅的疑慮 實際詢問其他外送員都表示避免麻煩幾乎都會送餐上樓 律師也表示外送員送餐時房客既然給了密碼 表示同意外送員進入就不會有侵入住宅的問題 就算擁有所有權的房東不允許也是房客會有違約的問題 外送員並不會有任何法律責任 給他密碼 那顯然他是有得到這個目前的住居全人的同意的 所以原則上他並不會有侵入住宅的問題 外送員送餐爭議平傳 這位外送員拒絕送餐上樓避免爭議 冒著可能被給負評的風險 也不想後患無窮 記者 柯峰宜 劉原發 高雄報導